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梁阿姨 今天我非常的高兴能在新春佳节之际陪着大家一起过年 我首先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万事顺心 世事如遗 家庭幸福 欢迎梁阿姨 谢谢 许晨刚 许老师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好年吉祥 身体健康 你说这过新年啊 咱们大家都是喜气洋洋的 谁也不想碰上这个烦心的事 可是这有的时候啊 生活中你说这烦心事想躲 还真躲不过去 比如说咱们在金牌条件里 最常见的是婆媳闹矛盾 这一闹矛盾就做丈夫的 做儿子的 有的时候呀还真是两头都受气 说到这个两头受气 前两天就有一个两头受气的丈夫来找我 她说这大过年的 她心里实在堵得慌 要找我闹了 然后而且她这个是说来话长 她的妻子和母亲是来过我们金牌条件 已经来过我们节目的 那我们得去看看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矛盾 2015年12月16日 南昌的80后小伙小桃 求助我们金牌条件 她要为自己的母亲王女士和妻子小妇 申请一场条件 在她看来 母亲和妻子之间水火不容 而她作为联合两个女人关系的双面交 已经是心力交瘁了 条件现场 婆婆王女士提出了对儿媳的几点不满 首先她觉得 儿媳进入这段婚姻的动机不单纯 我担心我儿子在这场婚姻中迷失自己 你这个迷失者是什么 经济方面的 我感觉是一种那种对农村人那种歧视 会当到我跟我老公的面交 农村人就是要钱的你不知道 城市婆婆打一开始就看不上 这个来自农村的儿媳妇 而儿子结婚之后 婆媳为了一些小事就能爆发战争 把那个衣服给穿反了 她脸上很连熟的这样 谁给你穿的那个衣服啊 四岁的儿子怎么会穿衣服 那他是在说谁 他是给我看的 在我面前找我一本 你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像很严肃的那种 因为我老婆不笑的时候 那个表情可能看得过去 可能是有一点点严肃 你觉得是你妈妈敏感了 对 调解现场 面对母亲的不满 小桃极力帮妻子解释 但王女士根本听不尽 她觉得是儿子在袒护儿媳 而最让她伤心的是 儿子常常为了袒护儿媳妇 跟自己吵架 在发生了几次冲突之后 她给儿子发了一份 长达三百字的特殊离别短信 你如果能与小父幸福地走到老 可以不要顾及我 我老了以后会自生自灭 记住你妈是你的保护神 早年离异的王女士 因为自己的痛苦经历 对儿子的婚姻充满了担忧 对儿媳充满了敌视 她的这种状态 引发了整个大家庭的动荡 听完了这一家人的陈述之后 我们的调解团队 群策群力展开了调解 你是刻意把自己孤立起来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一种怀疑的状态 去生活的话 不学会相信的话 那么可能家里会一直是冷色掉 其实做好儿子和做好丈夫是不发生冲突 谁对谁错都不重要 你给他们反馈出 你给他们什么多大的支持才最重要 在我们调解团队的努力下 妥协之间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整场觉得很委屈 不愿向婆婆让步的小妇 首先态度上发生了巨变 妈 其实你帮我带宝宝 我真的很开心 我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人 我说我希望我的婆婆跟妈妈一样 其实讲群女话 我们也存在很多误会 我以后带你会像带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到 当时那个做丈夫的本体有多高兴了 他们婆媳那个表态真的是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看了刚才这回过 我们都觉得这挺好的嘛 对不对 这我就奇怪了 你说这个大过年的 这次做丈夫的 还专程来跑一趟 这遇到什么事了呀 这一句话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 我们还是接着往下看 几天前 小桃特意拜托我们 找到了观察员徐晨刚 说有烦心的事要谈谈 一落座 小桃就跟我们讲述起来 调解回去之后 母亲与妻子的改变 他表示 母亲心态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婆媳关系 一度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挺好的 至于我爱人呢 他也会主动跟我们去说话 挺好的 但母亲与妻子之间 刚刚建立起来的融洽关系 十分脆弱 不堪一击 最棘手的是前段时间 因为接孩子发生的误会 妻子直接不与母亲来往了 男后面的关系呢 就不再像之前那样平稳了 他只要听到我说妈妈这两个字 或者再听到我儿子说奶奶这两个字 那个人呢 受不了 受不了 非常受不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小夫内心对婆婆如此抵触 听了小桃的诉说 观察员徐晨刚的心里有了思量 他约定了廖阿姨要去进行一次回访 第二天 徐晨刚和廖阿姨兵分两路 廖阿姨驱车前往婆婆住处 而徐晨刚则去往小夫的工作单位 一路上徐晨刚显得很担心 因为他们这些恩怨也不是一天两天 这里面有误会 也有一些个人的偏见 还有性格方面 对 还有他们两个人性格上的一些 不和不协调的地方 所以可能难度会比较大 凭借之前调解中对小夫性格的了解 徐晨刚对今天的调解表现出了一丝担忧 那么与小夫的沟通能顺利展开吗 半个小时的路程后 我们见到了小夫 坐下之后 小夫直接就谈到了导致婆媳关系恶化的事件 我儿子元旦搞亲自活动 本来是老师一直要求家长一起去的 那个时候我老公也知道 我老公就说 他跟他妈妈说 说这点我去接人 刚我就去了 我也没跟他打电话 结果他也去了 他就一点前面都不留着 就这样走到那个校园里面 你来接人都不跟我说 就那种好凶的 我儿子也看得在 就那种凶 好多家长啊 真的是 我看着我受不了 然后我就说 那要不我打电话 问一下我老公呢 看看他是不是忘记给你打了 他马上就甩着脸就走了 小夫表示 婆婆这种粗暴的态度 将她在调解之后 好不容易建立起的 想要与之亲近的心态彻底击垮 这件事让他觉得 他和婆婆过去的矛盾 并没有犯片 婆婆打心底 还是不尊重她 对她的偏见和敌视 并没有改变 回想起自己曾经 遭受的所有委屈 他心里是彻底 不愿再面对婆婆了 对于小夫曾经的委屈和痛苦 徐承刚表示了理解 但徐承刚觉得 即使有委屈 小夫也不可以只顾自己的感受 不与婆婆来往 这样的这种大家关系 都是这么冰冷的状态 是你老婆会这么想 比如说逢年过节 那这个时候 我是带着老婆去我妈那 还是不管我妈 不跟她老婆 我没有 我说我跟她不来往 我没有说现在我老婆怎么样 我不阻止你任何时候去看 我不阻止她孝须她妈妈 可能在你这个地方 觉得没有某一件实质性的东西 影响到我的生活 现在看上去不用去见她 不用接触 好像生活很平静 我可以预见得到 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对你的婚姻会有 在徐承刚看来 小夫跟婆婆之间的关系 并不只是婆媳两个人的事情 更关系到她的婚姻和家庭 徐承刚希望小夫 能再给婆婆一次机会 尝试与婆婆改善关系 但小夫迟迟没有回应 而廖阿姨这边 由于婆婆王女士家里不方便 她与廖阿姨约在了家附近的旅馆里见面 一见廖阿姨 婆婆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开心 相互寒暄了起来 两人手挽着手走进了屋里 落座后 廖阿姨很敏锐地觉察到了婆婆的改变 这次我来看比上次你在金牌调节的脸上好多了 婆婆说起调节之后的变化 倒是让人很欣慰 这似乎与小桃和小妇的反应截然不同 显然调节之后 婆婆变得更乐观了 而谈起与儿媳妇发生的不快 她坦然承认当时自己的情绪不好 但这是有原因的 就是那个上幼儿园搞亲子活动 等我去接人 到处找都找不到我宝宝 走到二楼去啊 她带着我宝宝在正好下楼做亲子 刚刚回来 我刚刚刚 后来我就这样说 我就这样说 我说 我就这样 我说我们这样不好吧 我就这样 然后她马上就 脸就马上就增加了 我已经跟陶琳讲了 就跟老婆 我就跟陶琳讲了 我现在跟她打电话 刚后来我心里是不舒服的 你说老公前天晚上 为什么不可以告诉我 你如果要是说 你有亲子活动 你要跟我说一声 你说明天我也要去 你去吧 年轻人 他有时候可能没想到 那么周到周卷 这个是他忽劣了 我还跟我儿子打电话 我说你们好忙的话 我来接宝宝 我儿子说的 你休息吧 他现在要忙得过来 你不要接了 然后就这样 然后因为该忙了 然后就不来玩了 实际上你这么一说一分析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矛盾 是啊 然后他又不拿人 我讲我要接人 他不拿人给我接 在婆婆看来 她与儿媳发生的不愉快 就是普通婆媳常见的小疙瘩 和过去的矛盾并没有什么关联 她也没有因此记恨在心 婆婆的好心态 倒是让我们很意外 但是 她的这种心思 为什么不能向儿媳说明呢 看我就觉得 你们之间会不会因为 因为父上没有交流 产生了一些误会 通过与婆婆的沟通 廖阿姨觉得 婆媳之间还是太缺乏交流了 兵分两路的会谈结束后 廖阿姨来到了一家饭店 她约来了徐晨刚碰面 并打电话给小陶 表示要约一个饭局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小陶匆匆赶来 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情 不是在这里生气 其实这个事情是不值得生气 但实际上 他生的气 也不是仅仅是因为 这一件事情生气 所以是以前很多东西 而且那些东西 换普通的女孩子 也确确实实是很难 很难说 说放钱就放钱 徐晨刚重点谈到了 小父的心态问题 并叮嘱小陶 加强婆媳之间的交流 让小父放下过去 才是最关键的 徐晨刚交代完之后 廖阿姨也给了小陶一个任务 小陶 今天我为什么 把你叫到这里来 你知道吗 妈妈和媳妇 两个人很久没见面了 我现在就过年了 我想把他们婆媳 两个人能叫到一起 我希望能通过你来打电话 听到廖阿姨的这个任务 小陶医开始有些抵触 星期内不能见面 见面就不见面 显然 小陶在缓和两个女人的关系上 并没有信心和勇气 但在两位观察员的鼓励下 小陶首先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很快接受了小陶的邀请 好吧 那么妻子小父会爽快答应吗 听到了婆婆也要来 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 心急的徐晨刚接过电话 大家一起有这个契机 针对你的委屈 针对你婆婆的一些做法 正好都可以摊到桌面上来 说出来 在徐晨刚长时间的沟通下 电话那头的小父依然沉默 既不答应也不拒绝 电话挂断后 小陶很是焦虑不安 没坐一会儿 就急着跑出门去看看 刚下楼 我们看到了远处走来的婆婆 看到母亲的到来 小陶很开心 廖阿姨将小陶母亲 带到楼上包间 而小陶依旧在门口等待 这一天 南昌夜晚的气温 接近零度 冷得刺骨 但小陶坚持要站在外面等 显然小陶做好了 妻子不来赴约的心理准备 但他依然坚持要再等等看 半个小时过去了 小陶的视线中出现了熟悉的身影 小陶带着孩子一起来 小陶的到来 让我们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这是否意味着 他愿意再是一次 与婆婆改善关系呢 接下来的一切会顺利吗 小陶带着小陶和孩子走进了包间 老人家看到许久未见的孙子 甚至高兴 但我们发现 婆媳之间没有什么交流 甚至连一个眼神的交流都没有 小傅一直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见此 廖阿姨与小傅寒暄了 看着他又觉得比年轻变小了好多样的 像像小女孩子样的 一半才上桌 廖阿姨赶紧招呼大家上桌吃饭 她想为婆媳之间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 饭桌上 或许是想到了廖阿姨之前的劝导 婆婆主动解释起了调剂之后 他们发生的不愉快 她跟我跟我儿子两个一起来接人 打打打打打我跟她讲话的话 她那个眼睛就是开的开的别的地方 但是我心里就我心里就有不舒服 然后然后再碰到这个接人这个死 婆婆只想解释一下那天 她为什么有情绪 但是这段不愉快的经历 小傅似乎不太愿意听 低着头情绪很低落 进此情形 廖阿姨有个提议 我们一起站起来 装一下杯子 快过年了 我真诚地希望 你能夫妻恩爱 你的身体安靠 我还有一个提议 我希望儿子跟儿媳婦 来 跟婆婆奉下杯 听到廖阿姨的这个提议 小傅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杯子 她如此强烈而直接的反应 让我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即便在廖阿姨的劝手下 她依然很坚持 我觉得话说再多也 我们也是没有 见此情况 婆婆却大度地端起了酒杯 我这么说 哎 小傅 哎 哎 婆婆是杯子了 小傅 婆婆是杯子了 我现在还没碰 你这个准备更好意思 小傅的表现 让我们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观察员徐晨刚立刻远场 跟婆婆沟通起来 在婆婆一再大度的表态下 小傅的态度依旧强硬 甚至让人感觉出 她对婆婆的不尊重 这让向来爱打抱不平的徐晨刚 接受不了 一直试图理解小傅的她 对小傅提出了批评 她 已经在用行动诠释 她对你 这是我看的 今天在这种场合 她大部分还是站在你这个前面 尽管 她是有客观公正的前提 但是 她这个时候 已经可能更多的是 不考虑儿子的身份 还是站在你上 但是 所以我说你不是合格的妻子 为什么 你就不能像她爱你那样 去考虑她的感受 小傅 我跟妳讲 我再三提过这个事情 一个人要拼重病 要向别人尊重你 你这个状态 没人尊重你 或许是徐晨刚和廖阿姨的批评 让小傅难以接受 她突然起身 离开了座位 气冲冲地静止走出了房间 原本想为撮合婆媳而安排的这顿饭 最终不欢而散 虽然小傅始终背对着我们的镜头 但我们还是发现 她在磨眼泪 其实一开始 大家对小傅的委屈都是能够理解的 但如果她一直放不下 婆婆曾经给她带来的委屈和伤害 最终只会拿这些过去 自己伤害自己 我们希望小傅 能够早一天 想明白这些 也希望小傅和母亲能够多多给予小傅温暖 让她早日融化心中的冰山 随着小傅离去的背影 我想大家都挺遗憾的 你看这最后一家人不欢而散 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对 但是我觉得呀 可能最难受的还是她那个儿子小傅 是啊 在这里我还是想说 小傅你的委屈 我们能理解 但是还是请你多考虑一下你丈夫的感受 你们毕竟是要相伴到老的 请你对老人多宽容一点 没错 婆媳矛盾啊 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最难断的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呢 是另外一对婆媳 收集这一对婆媳啊 印象特别的深刻 他们呢也是我们金牌调节 微信公众号的用户们 票选第一 最希望看到我们去回访的一对当事人 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一对婆媳呢 我们一起先来回顾一下 2015年的10月20日 金牌调节来了这样一家人 叶女士和她的丈夫 以及她的公共婆婆 这次调节是叶女士坚持要来的 她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希望他们能够给我道歉 这个道歉 叶女士惦记了20多年 自从她踏进婆家大门起 就受到了公婆的百般刁难 生活中规矩多 一犯规就会遭到婆婆的谩骂 不从我到她家洗脸 洗澡 洗衣服 吃饭 什么的都要收到她的管制 洗脸呢 她就是这样说 无需搞尿的 你妈没教你啊 自己甚至被婆婆随意诬陷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婚前的时候 她还这样说过 要先三个儿子再结婚 白云八个月的时候 她说我偷了两个鸡蛋吃 这是人格 人格问题 即便叶女士自强自立 和丈夫远赴异国他乡打拼九年 当他们衣警还乡时 也依旧遭到婆婆的不待见 发了钱还不讨好 忍无可忍的叶女士 这才决议要奋起反抗 然而她的这一要求 在调解现场 当即被公公拒绝 你叫她盗窃 也是不可能 肯定要 肯定要 调解现场 一时硝烟四起 争吵不断 没有两个事 对天发事 见此情形 我们的调解团队沉着应对 冷静分析 希望叶女士 能够更加理性地 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句话呢 叫有口无心的伤害 第二句话呢 叫有理 无脑的反击 他们需要调整 但是 不是仅仅是他们调整 更多的是你自己 要把一些纠结的东西 去放下 可不论调解员观察员 如何劝说叶女士 学会宽容和释怀 即便叶女士的丈夫 萧先生 最后主动替父母 向叶女士 说出了这声道歉 代表我爸妈 跟你说 对不起 叶女士始终表现得 都很强硬 不肯退让 谁骂的 谁给我娘家 道个歉就对 调解最终 在遗憾中结束 虽然调解后的几天 萧先生给我们 蓝组发来了消息 告诉我们 双方矛盾有所缓和 关系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当回想起调解现场 佛琪二人的针锋相对 双方各不退仗的态度 我们依旧有所担心 他们真的会和好吗 叶女士心里的那股怨气 真的就能慢慢地消散吗 我也记得这场调解 而且节目播出以后 还有不少观众 替媳妇打抱不平 没错 是啊 当时我们确实大家都很理解 这位媳妇 可是我真正地想起来 她那个婆婆和公公 真的没什么乐意 这是说起真心的话 他们只不过是不会沟通 有一些过不去的那刀坎 我觉得真的就是交流和沟通 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调解之后呢 萧先生有给我们发来信息 他说这个婆媳关系是好了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萧先生是不是这个报喜不报忧 说句实话 大家还是有点担心 说到这个回访 刘阿姨 我记得这两个当事人 是辅州人对吧 对 您老乡啊 这回访一定是您去的 对吗 对对对 哎呀 说句心里话 当时在去的路上 我心里确实很担心 怕他们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我总在想 有时候如果是我在他隔壁邻居 我了解的情况就更多了 心里有事 心里确实在替他担心 但是真正的去了以后 我真的 我还是惊吓不下 惊吓 对啊 呦 这我们得看看什么惊吓 一到达目的地 我们就看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叶女士 小叶 小叶好久没看到你 变漂亮了 叶女士如今的形象状态 完全不同于调解时的一脸愁容 整个人看上去精神了很多 这也让我们稍稍输了口气 那个店还在开不 我老公在开 我自己在那里就没开了 在缅甸的那里就关掉 那就关掉了是吧 随后我们也见到了早已在家中等候我们的叶女士的丈夫 萧先生 哎呀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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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 这么久时间没看到老婆越变越漂亮了 是吧 越变越漂亮 不错的不错的 你也长帅了 他长胖了一点点 你看看 夫妻俩很热心 带着我们参观了一下他们的房子 真的还蛮干净的了 到处 这就你们两住的那个 不错不错 也介绍了他们夫妻俩现在开的一个小侦所 但还没等他们介绍完 观察员尿喜玉 赶忙将夫妻俩拉到一边 就目前我们最关心 也是最担心的问题 和夫妻俩谈谈 自从你们调解回来以后 我对你们确实还有牵挂 我就很担心回来以后 我又重蹈覆辙 回来之后我婆婆就跟我们这样 坐在这里 然后我婆婆就这样拉着我的手 就拉着你的手 就像母女一样的来谈心 是吧 哎呀不错 我就在那里锁嘛 锁开了 锁开了 她也高兴了 你也心里面有纠结了 放下嘛 叫你放下 叶女士说 调解回来后 婆婆主动找到她 两人推心致富地交谈到深夜 终于把一些事情都说开了 婆婆也向叶女士表达了歉意 这个叶女士惦记了二十年的歉意 终于到来了 叶女士的心结也由此解开 现在婆妻二人已经重归于好了 这个结果让我们听起来很是欣慰 也很为之高兴 身为丈夫的萧先生 当说起这些更是喜悦之情 一于言表 曾经加在母亲和媳妇之间左右为难 如今两个女人的握手言和 也总算让萧先生每日紧绷的神经 轻松了下来 终于可以过个好年了 但话聊了这么长 我们始终都没有看到叶女士的公公婆婆 她们如今会是什么样子呢 随后叶女士主动带我们来到了公婆的住处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叶女士的公公婆婆 也看到了前来帮忙做家务的萧家大姑子 看见她们满脸的笑容 我们的担心也就彻底的消散了 谈起如今的婆媳相处 婆婆很满足 萧先生的大姐也是开心不已 好高兴 我看到她们这样我也好高兴 我也觉得特别的轻松 从内心来讲 真的感谢金牌调解的每一位 才调解呀 真的 自从她们到调解完了 回来以后 那个两个人心结都解开了 看来一切都正如萧先生之前所说 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第一天的拜访非常的顺利 这也让我们由衷地为这家人感到高兴 第二天 观察员廖喜玉 为了帮助双方增加情感沟通 再一次来到小叶的家中 可一见到我们 公公却突然表示 还有一些事情想单独和我们说说 这让我们之前放下的心突然又悬了起来 既然和好了 公公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小叶的面说呢 见此情形 我们的记者赶忙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让二老和我们的观察员廖喜玉好好谈谈 刚一落座 婆婆就将公共心理的想法向我们袒露了出来 她说调解之后 虽然双方都将过去的事情说清楚了 但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婆婆告诉我们 以前儿子儿媳每年九月份都会给二老八千块钱作为养老费 可今年都已经年末了 却一直都没给 这让公公心里有所不满 而公公随后也表示 她和老伴也不是真的就图儿女的这点钱 自己之所以今年会提起这个事 是因为有个特殊情况 公公的要求并不过分 老伴要做手术 做儿女的理应出钱出力 但小叶他们为何迟迟不给二老生活费呢 如果说之前关系不好时没给我们还能理解 现如今心结解开了 反倒偏偏不给 这我们该如何理解 难道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都只是表面的和平 实际上小叶心里还是没有释怀嘛 带着这个疑问 观察员廖喜玉找了小叶 观察员廖喜玉将老人的想法转达给了她 那么性格有些倔强的小叶会如何回应呢 如果是以后做手术有病我们会去治疗她是吧 对对对这点好 这个药费的话我们两兄弟 跟她大嫂这样商量她那个做七十大寿嘛 我说不要她自己出钱 我们来出钱 她明年过七十寿嘛 嗯 她这个半九七个钱的话 我们两兄弟把她包下来 我们去看病 现在把那个 一夜两兄弟包下来 原来一夜女士夫妻俩早就和大哥大嫂商量好了 明年公共七十大寿和婆婆看病的钱 都由兄弟二人来分摊 这样一来 公共之前的担心也根本就不存在了 随即观察员廖喜玉 便把晚辈们的想法告知了老两口 她们两夫妻商量了 而且两个媳妇也商量好了 公共的大寿 婆婆的那个需要的费用 他们全部承担 可能八千块钱可能还超过这个 所以她说如果我给八千块钱 万一她不够呢 还不好意思开口 算了我们承担 我觉得他们这个商量这个方法可以吧 可以吧 可以吧 女人你可以吧 可以 你说可以吧 可以是吧 儿子呢高兴不 没问题 那就好 那就好 你看看话一说明了就高兴了 的确 有事及时沟通 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这样一家人才能真正的和谐美满 虽然刚才只是一个小插曲 让我们虚惊异常 但观察员廖喜玉 似乎从这件事情上感觉到了 儿媳和公婆之间的沟通交流还太少了 于是廖喜玉决定给双方设计一个考验 以此来增强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 那么观察员廖喜玉 究竟想到了什么招数呢 马上过年了 我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 你们双方各自 老人家也给小辈 小辈给晚辈 过年给他送一样 你们这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就有个链接 那好我们出发咯 出发吧 好出发 考验一出立即行动 观察员廖喜玉陪着老两口 我们的记者陪叶女士夫妻二人 兵分两路各自完成任务 这边老两口直接带着我们来到了一家超市 走走走一起走 一起走 老两口自出看看之后 在速冻食品处停了下来 拿上了几包汤圆和水饺 你买这么多汤圆有什么寓意吧 来回大家困团圆圆啊 今年应该是调解之后 一家人开开心心一起过的第一个年 老两口买上了汤圆 是对整个大家庭寄予了新的希望 希望从此能够圆圆满满 此刻儿子儿媳那边呢 一来到了另一家超市 两人静止来到了保暖内衣专柜 看来他们已经想好了 给两位老人买什么礼物了 小叶说公公婆婆一直很节省 舍不得花钱买衣服 今年天气突然转凉 就趁着过年 给二老挑选两套好的保暖内衣 房贡神有没有朋友吗 老女朋友 还有女的 女士的 伽军的吗 是伽军 老订团的还是老订 老订团的 肯定也有两个S 可以吗 肯定是给我的用不 应该团的 团的 应该团的话 这个仇 二舌还有 夫妻二人挑挑颜色比比大小 很快选定了两套 而叶女士还不忘给婆婆买一条 颜色稍显年轻的围巾 作为婆婆过年衣着的新点缀 离开商场后 夫妻二人又来到了一家药店 小叶想得还很周到 公公婆婆身体不好 夫妻两个想着买些中药回去 给二老调理调理 穿的和用的一样都没有落下 一会儿的功夫 手上就已经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 婆婆早已和大女儿忙活开 准备晚餐 小叶赶忙放下手中的东西 一起帮着婆婆和大姐洗菜炒菜 没多久 一桌丰盛的晚餐就准备好了 借着这喜庆的气氛 双方都各自拿出了为对方挑选的礼物 我来看一下 哎呀 婆婆 十八四哟 这什么有 这是衣服 包冷鱼 公公奶奶 各一各一包手 好款手 这里还有什么呀 我来看一下 中药 这是调理的中药 有狗鸡 哦 这是什么呀 高血压的 降血脂的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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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晚上加班 嗯 加住 老你把什么都弄过 就没人到没饿到 没饿着 没冷着 吃的 穿的 用的 这才是相互关心的一家人 公公婆婆最后也表示 只要一家人和和睦睦 他们两位老人 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来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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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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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就是 还要和和睦睦 忘记初天 看见明天 对对对 昨天你不意外的事 全部忘掉 对对对 在我们返回南昌的路上 小叶也再次 给我们发来了信息 我们也祝愿 这一个大家庭 永远的幸福安康 看到最后挺好的呀 大叶 这可不是小惊吓 这是大惊喜呀 是 所以我们调解是有作用的 是 是 是 说起心里话 当时我看到他们 特别的开心 我的内心呢 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说起心里话 沟通交流真的很重要 对对 因为他们把平常的一些矛盾 纠结藏在心里呀 对对 大家都不说出来 对对 都在对财族对方 两个人呢 就跟仇人似的 这话挑明了 其实挺好的 对对对 所以啊 家不是说理的地方 是讲情的地方 多些理解包容 因为家庭和谐了 你才能事事顺心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这个剩下来的时间啊 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不妨去跟自己的父母 跟自己的家人 多说说心里话 当然了 如果您有心里话 想跟我们聊聊 也可以扫一扫 我们屏幕下方的 精彩调节 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 开心的事啊 烦恼的事啊 或者是疑惑的事啊 甚至是吐槽的事都行 跟我们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聊 好了 今年的回访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 明年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再见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